hello 欢迎学习爬存个人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就跟大家来布置一个这样的作业啊 就是使用这个多形成来下载那个百思不得解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个段子的一个这样的作业 那么这个作业的话我们也是要求大家使用这个多形成的方式啊来完成 那么至于用不用那个啊 生长者与消费者模式就和你自己的心情了 那么我这个地方列了这个参考的代码的话 是使用的这个生长者与消费者的这个模式啊 呃在我的这个里面啊 我是呃怎么做的呢 就是这个当我在这个这个生长者这里面啊 我不断的去爬取这个段子啊 不断的去爬取这些段子 爬取到这些段子以后 我再把这个段子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段子的这个堆裂当中啊 接下来我再定一个什么呢 再定一个消费者 用这个消费者啊去获取这个段子 获取到这个段子以后再把它给保存在哪里呢 再把它把它给保存在一个文件当中 因为从网络上面去获取数据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Io操作 对不对 比较耗时的操作 那么我们就要让这个生长者去完成 然后把这个铁把这个什么呢 段子写入到本地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Io操作啊 那么的话我们就用那个什么的消费者去完成啊 消费者去完成啊 这样的话就让他们分工更加明确一点啊 更明确一点啊 那么我们这个作业的话啊 要求大家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先把这个网址把它给打开一下啊 就是爬取这个摆丝布的解里面的这个段子这一块啊 把这个里面全部把它给爬取出来啊 然后的话你要爬取的是前面10页的那个数据啊 把爬把前面10页的那个段子全部把它给爬出来 好吧 然后爬出来又把它给存储大单的呢 把它给存储到那个一个叫做CSV文件当中啊 存储到CSV文件当中啊 啊 CFSV文件的这个处理的话 之前我们是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就这顺带把之前那些知识点复习一下啊 然后还一个需还一个要求还不是还一个要求啊 呃还一个什么呢 还一个要注意点啊 就是什么呢 大家在使用这个多些人就操作那个文件的时候啊 一定要记得加锁 好吧 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加锁啊 就是先二块 然后的话再入例子 好吧 就是先进去先进去加锁才能操作这个文件 因为多些人在Windows上面操作这个文件的话啊 它会产生啊 就是错乱的问题 好吧 所以的话你在操作这个文件的时候需要加锁 需要加锁啊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地方打开这个文件啊 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是以这个A的方式来打开 就是以这个APPA的方式打开 如果你用那个Y的方式打开的话 就是你那个W的方式打开的话 那么就是后面写的东西会把前面的东西把它给覆盖掉 那么我们不是要把它给覆盖掉 而是什么呢 而是要追加 对吧 就是你追 你你获取到了 你爬取到了一个段子 要把它给追加到那个文件后面 而不是把它给覆盖掉 对 那么这地方一定要注意好 是你这个A的方式啊 然后我们存入到这个CSV文件当中的话啊 是需要保存的两个字段啊 第一个字段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段子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呢 链接就是这个页面 它的那个链接好吧 链链的那链的链接啊 好 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小注意啊 这里吧 我们来跟大家引述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摆摆斯部的解 这个CSV文件先把它给删掉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右键再来持续一下啊 现在的话 第一页下载完整啊 第九页下载完整 第十页下载完整 哎 这个第一页下载完整 应该是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应该是在打印的时候 可能啊 可能这个数据不对啊 说的话就会出现乱打印了 其实的话 它已经下载完整了 好吧 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实验的数据的话 送金就下载完整了 一秒钟的时间都不到 就下载完整了啊 使用这个多信息的方式就下载 就比较快了对比较快了啊 好 那么大家这的话就会把这个座椅完整一下啊 哎 这个地方的话 没有出现一个摆斯部的解的那个呃 CSV文件吧 我来看一下啊 嗯 看一下啊 有了啊 刚刚应该是没有反应过来啊 好 那么就是一个这样的CSV文件啊 一个这样的CSV文件啊 非常简单好吧 好 那么大家就把这个座椅完整下啊 如果实在啊 写不出来 不知道做怎么做了啊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看一下我的这个原代码好吧 看一下这个原代码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一半啊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